中共少将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轮奸案 因为北京警方描述李天一和另外四名男孩 是与一名喝醉酒的女孩轮流发生性关系而引发重怒 外界再一次把这个焦点对准了此案 但是却将矛头由李天一转向了另外四人 一时间被网友戏称为京城四恶少的背景身份 成为中国大陆网络上最为热门的讨论点 但多是围绕中共高官们的后代 红三代等权贵展开 其中就有网民笑称 难怪李天一被抛到了台前 原来是拼爹惨败 成了垫底和戴罪羊 微博实名认证为律师袁玉莱的网友发微博说 李天一和另外四个男孩涉嫌轮接女孩 另外四个人到底是谁 不仅公安机关未透露 李双江 孟哥未透露 李天一律师未透露 竟然连受害人及其家属律师也未透露 着实奇怪 毛民增郎说是发布微博质疑 在微博时代 四人身份竟然滴水不漏 他们会是谁呢 为何不公开呢 难道有护身符 他不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平民老百姓在一起 我估计他们是有特殊的家庭背景的人 才是那是反大妄为 估计就是李天一他们中间的家属背景是最小的一个了 其他的几个人一直没公布 组换一个不是李天一 应该是其他的四个 这五个人 那么李天一他能和什么人在一块玩呢 他不可能和穷人在一块玩 他肯定和他在一个党次在一块玩 是江灵肃 曾海潮 李月 陈记 更有人爆出 这四人分别是江某民 曾某红 李某潮等高官 以及一陈姓军中大佬的后代 矛盾直指中共几大元老 另一说法则包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新副上将张万年的孙子 和名门之后魏氏兄弟的后代 以及上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孙子等 对此网友纷纷惊呼 四人背景吓四人 难怪李天一被拿来开刀 然而当局对四人的身份秘而不宣 也引发了民众的质疑和不满 为什么不公开咱们身份呢 这个是伦间罪 不是说一般性的犯罪 因为这个行为太合理了 面对外界强烈要求公开四名嫌犯身份的呼声 北京警方表示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讯息 但经媒体记者求证 四名嫌犯并非全部都是未成年人 因此网民怒骂警方用权力当党箭牌 警方不得不再次表态 声称不会影响司法公正 但再次被民众嘲笑 肯定会影响司法公正的 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制社会 警察很多时候都充当黑社会的角色 他们就是黑社会的保护团 或者在一定的时候就是黑社会 中国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奴隶制度 没有司法的土地性 也就没有司法的公正性 什么事情都看党的脸色形式 所谓党就是几个掌握权力的投资 那些掌握权力的头头们 他哪怕是罪恶滔天 司法系统也好 不敢洞察的 评论人士指出不管网络猜测的四人名单是真是假 但是却代表了民众的态度 百姓将四人身份对号入座到中共党魁的身上 加上网络上对李天一 李双江夫妇等人一面倒的唾骂 足以说明民众对于中共以及官二代 太子党等权贵阶层的深恶痛绝 你会在而言论人士指出